望着那突然变得平静下来的少年,木蛇眉头微皱,紧了紧手中的打刀,冷笑道 我还不信了,你今天能长出翅膀来给我飞了 迈着大步,木蛇缓缓地躲向硝烟,戴德逐渐走近之后,脚掌猛地一踏地面,身形暴射而出,手中大刀对着硝烟怒劈而下 感受到面前那尖锐的破风劲气,硝烟脸庞一片凝重 斗狮与斗者,基本是两个难以比喻的阶级 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很难在木蛇手中走出十个回合 借助着出色的躲避能力,硝烟身体微侧,脚步击退,将木蛇这试探性的攻击闪避而去 双脚一挫,诡异地闪现在木蛇的左侧 体内斗气急速涌动,右手提着玄中尺,对着他的脑袋狠狠踢下 头顶上传来凶悍劲气,并未让的木蛇太过惊慌 手中大刀一提,然后对着脑袋上劈砍而去 当的一声,黑池与大刀相交,火星四溅 清脆的金铁之声,在深渊之旁缓缓地响彻着 第一次与斗狮强者交手,硝烟也算是领教了一下斗狮斗气的浑厚程度 玄中尺之上传来的劲气,足足让得他退了好几步,风才将之完全泄掉 与硝烟的连退相比,木蛇确实要显得从容许多 脚步仅仅是小小的退后了半步,身体便是稳稳地立了下来 团长杀了他,替三当家的报仇 杀了他 瞧着硝烟这一招落了下风,周围的狼头拥兵团团员顿时兴奋地喝了起来 好沉的武器啊 目光泛着一抹凝重,木蛇紧紧地盯着硝烟手中的黑色钟尺 惊叹地摇了摇头,玄机冷笑着撇着硝烟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那还是识时误地把东西浇出来吧 甩了甩有些酸麻的手掌,硝烟目光森冷地盯着木蛇 手中重视缓缓抬起,长长地吐了一口浊气 然后竟然当着众人的面,闭上了眼睛 望着行为略微有些诡异的硝烟,木蛇眉头紧皱 有些拿捏不定前者究竟是想干什么 包围着硝烟的狼头拥兵团团员,也是被他的举动搞得一愣 不过片刻后,却是双手抱着膀子 细虐的目光,犹如看待着落入猫爪之中垂死挣扎的老鼠一般 在他们看来,不管硝烟再如何地挣扎,也绝对不可能从实力在二星斗尸的团长手中逃脱 木光忧郁地盯着眼中的硝烟,木蛇心头却是逐渐地犯上一抹不安 特别是当他突然觉察到周围天地间能量的波荡,越来越浓之时 这股不安顿时显现在了脸庞之上 双手紧握着打刀,心头不安的木蛇,也不管双方实力身份的差距了 卖着小心翼翼的步伐,缓缓地对着硝烟踏去 瞧着木蛇这般凝重的神色,周围的拥兵也是觉察到一丝不对劲 面面相去了一眼,手中的武器不由自主地紧握了几分 装神弄鬼的家伙,去死吧 脚步再次一踏,进入到攻击范围的木蛇,脸庞上浮现一抹猙獰 再不迟疑,手中的大刀狠狠地对着硝烟脖子看去 哼,完了 紧闭的双毛骤然睁开,硝烟嘴中吐出冰冷的字句 手中玄重齿猛然一抬,炙热的温度 首次由硝烟控制者出现在了锯齿之上 随着硝烟心中鹤声的落下 深渊之上的天地能量骤然涌动了起来 无数肉眼可见的能量,犹如受到了千眼一般 疯狂地灌注到了硝烟手中的玄重齿内 而随着能量疯狂的灌注 玄重齿之上所释放的高温越来越加炽热 齿上奇异的纹路也是在此刻散发出火红的光亮 在心中鹤声落下的同时 硝烟体内的斗气几乎潮水般都涌出 只是片刻时间 充盈的体内便是空空如也 感受到体内即将告捷的斗气 硝烟嘴巴微动 那先前被藏在嘴中的一枚回气丹 顿时被他吞进了肚内 有着回气丹所制造的斗气的支持 硝烟这才具备最后的驱使之力 手中已经变得一片火红的锯齿 带起炙热的高温滑过虚空 然后对着面前满脸震惊的木蛇横侃而出 尺身所过之处 远远看上去 空间竟然犹如被蒸发的 有些扭曲了一般 当硝烟浆体内最后一丝斗气 灌进玄众尺之后 尺顶处光芒猛的一闪 一道半丈长的弯月红芒 闪电般的离尺而去 携带着炙热的温度 狠狠地劈向木蛇 视线之内 一道红光闪烁 在那弯月红芒闪出的玄众尺之时 木蛇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孔大小 斗气凝形外放 这可是起码需要打斗师 才有可能释放而出的东西啊 面前的这不过斗者级别的小子 怎么可能释放出如此完美的宁气攻击呢 心头的震撼闪躲而过 木蛇根本来不及 深思这玄妙的 有些疯狂的问题 体内斗气狂勇 但青色的斗气 附在大刀之上 犹如给刀身贴了一层 青色的能量薄膜一般 丰刃刀舞 深吐了一口气 木蛇手中的大刀骤然狂舞了起来 一把把青色的大刀残影 在面前一把接着一把的不断浮现 看上去 犹如是在木蛇面前组成了一片密集的刀网一般 这锋刃刀舞 是木蛇所能掌握的最高级别的斗技 玄阶低级 凭借着这斗技 它曾经几度取得了青山镇最强者的称号 而现在面对着硝烟 这摸不清底气的神秘攻击 谨慎的木蛇为了保险起见 它竟然直接是动用了自己最强的招式 红色光芒一闪便智 围观的佣兵尚还来不及观看红芒究竟是何物之时 一声犹如惊雷般的爆响 便是肉燃在深渊上炸响了开来 红的一声 随着惊雷声音落下 木蛇所立之地 泥土溅满天空 紧接着一道影子从泥土中突兀地倒射而出 双脚死死地插在地面之上 在击退了十多米后 最后身体重重地撞在一棵巨树之上 顿时巨树轰然爆裂 而此时人影方才缓缓顿住 众人目光一望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这狼狈逃窜的人影 居然便是二星斗者 木蛇 目光死死地盯着 脸色略微有些惊恐与泛白的木蛇 众人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那泥土飞射出 只见一道道裂缝蔓延而出 带到扩散了十几米之后 这才方方缓缓置住 而在裂缝蔓延中心的位置 一个足有一米多深 半米多宽的深坑 有些震撼人心地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望着那刺眼的坑洞 再看看脸色苍白的木蛇 深渊之上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脑袋都是涌上了一股眩晕 一个实力仅仅在八星左右的斗者 竟然能把一名使出了玄阶斗技的二星斗师 搞得这般狼狈 残酷的现实 让得所有人嘴角 犹如抽筋般地抽搐了起来 漫天的泥血终于是落尽了 少年手持重齿的身影 也是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少年的脸色也同样是有些苍白 双手缓缓地抚摸着黑齿 那双漆黑的眼瞳中 散发着让人有些心寒的狂热 虽然使出这招地阶斗技 几乎让得萧炎遭受到反拙的危机 不过 他的威力 确实让得萧炎满心欢喜 斗者与斗师之间的差距 被这威力堪称恐怖的地阶斗技 生生地填补了过来 剧烈地咳了几声 萧炎再次取出一枚回气丹 然后飞快地丢进嘴中 目光森寒地盯着周围的佣兵 有了先前的震撼 所有目光与之相接触的人 都是畏惧地将视线闪躲了开来 杀了他 动手 粗暴地推开扶着的佣兵 目蛇双掌的虎口已经被崩裂了 鲜血几乎是亲透了衣袖 他脸庞上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争鸣 萧炎先前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到这位经历了不少风浪的团长 心中生起了一股恐惧 小小年纪 不仅实力提升得如此迅捷 而且还具备神秘的 而且威力巨大的斗技 这种敌人简直是每个人的噩梦 如果世上有反悔药的话 目蛇宁愿不再招惹这神秘的少年 当然 世上并没有反悔药 所以目蛇心中的恐惧 也是顺理成章地转换成了疯狂的杀意 只有杀了萧炎 他才能真正的安心 这一刻 目蛇甚至是连萧炎所怀的宝物 也给丢在了一旁 杀了他 他已经游进灯窟了 目蛇立一声道 听着团长的命令 周围有些迟疑的佣兵 只得紧握手中的武器 然后小心翼翼地对着萧炎 围隆而去 今天你必须得死 死死地盯着那立在悬崖边的少年 目蛇宁笑道 抱歉 或许不能如你所愿了 抬头望着脸庞 因为猙獰而显得扭曲的目蛇 笑颜苍白的脸上涌上一抹红韵 身体微微一颤 一对半米左右的漆黑鹰翼 突然诡异地从其后背上弹射而出 望着萧炎背后的鹰翼 所有人再次震撼 萧炎双翼一阵 猛然地对着深渊跳跃而下 双翼急速地震动了几下 然后在所有人那呆滞的目光中 有些摇摇摆摆地飞向对面的山崖 今日为沙 萧炎铭记在心 来日必定原封回报 少年的背影逐渐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然而那淡淡的冷笑声却是不断地盘旋在半空之中 操纵者摇摇摆摆的身体 萧炎心惊胆战地飞越过了这几十米的深渊 待到达对面之后 身体还来不及降落 体内宣布告捷的斗气 便是飞快地将背后的紫云翼搜的一声给收了回去 顿时 半空中 一道人影 发出一声悲惨的哀嚎 然后 呈直线垂直掉落 撞进了一处柔软的草地之上 本就已经达到极限的身体 再这么一撞 萧炎眼前已黑 终于是彻底地昏迷了过去 在萧炎昏迷后 要老这才摇晃着从戒指中飘荡而出 望着狼狈的萧炎 不由地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双手将之托起 然后 对着魔兽山脉深处 缓缓兴趣 竟然敢强行地使用地劫斗气 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呀 沉睡的黑暗之中 萧炎迷糊地 觉得全身似乎被泡在冰凉的水液之中 一道道温润平和的能量 从身体的无数毛孔中钻进 在体内静静地流淌着 能量所过之处 那因为斗气的过度用尽而导致略为有些破损的经脉 正在缓缓地被修复着 在当把经脉与肌肉修复到正常状态之后 体内所流淌的温润能量 便是顺着经脉的运转最后 关进了位于小腹位置的斗气气旋之中 有了这突然加入的新生菌 那原本慵懒旋转的气旋便是犹如被注入了高速的马达一般 旋转的速度骤然加快 而随着气旋运转速度的加快 那些在经脉中流淌的能量 更是犹如受到了牵引一般 一窝蜂地对着气旋之中迅速涌去 当气旋经经脉中所有的能量全部吸收完毕之后 却并未停止近乎贪婪般的吸躲 气旋在急速旋转了几圈之后 更加凶猛的吸力从中散发而出 顿时身体之外的莫名液体之中 越来越多的温润能量被吸进体内 然后经过经脉的炼化 灌注进了体积逐渐扩大的斗气气旋 这般无止境的吸躲 昏迷中的消炎并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它只能模糊地知道 当外界灌注的能量越来越弱 直到最后的完全消逝之时 它终于是突破了意识中的黑暗 双眼朦胧地睁了开来 入眼处是一处宽敞的山洞 山洞四壁悬挂着一些照明所用的月亮石 微微动了动麻木的身体 一阵水声哗哗的响起 低头一看 消炎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身处在一处小小的石坑之中 石坑内部被灌满了清水 不过从清水中残留的一点淡绿色来看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水源 手掌在水中晃荡了一下 消炎发觉 这有些淡绿色的液体中 竟然蕴含着不弱的纯净能量 蓬其水液放在鼻下清秀了秀 消炎有些愕然的轻声道 竟然是药水 嗯 的确是药水 为了给你配置这么一小吃的恢复灵液 可是费了我起码三四天的时间呢 苍老的声音从山洞之外传出 药老虚幻的身影 犹如鬼魅一般飘荡了进来 来到石坑之旁 药老上下打拎了一下此时的消炎 眼中流露出一抹满意 笑道 本来还以为你至少要休息半个月才能康复 没想到 这才仅仅五天时间 你不仅已经痊愈了 而且 竟然还因火得福的 触摸到了七星斗者的门槛 看你现在的状态 或许 只要再经过几天的时间修炼 应该便能够进入到七星斗者的层次了 我昏迷五天时间了 闻言 消炎睁大着眼睛 惊愕地道 点了点头 药老瞟了他一眼 斥责地道 你这家伙 明明能够立刻使用紫云以逃离 却偏要成能地使用地阶斗机 要不是我帮你把紫云以激活的话 你恐怕连逃生的力气都没有 尴尬地笑了笑 消炎无奈地苦笑道 好吧 我承认我是很想试试 这地阶斗机能否打败一名斗师 所以这才冒险留下的 你使用的那东西 也叫做地阶斗机 可别给我丢人了 白了消炎一眼 药老撇嘴道 善善一笑 消炎也不敢争辩 目光在山洞内扫视了一圈 问道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在魔兽山脉的内部位置了吧 这里是我精心挑选的地方 附近的高阶魔兽都被我经历了出去 方圆几百米内你可以走动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胡乱窜进来的魔兽 在这里随便什么东西都能一巴掌拍死你 点了点头 药老提醒道 无奈地点了点头 消炎从时空中缓缓站起 然后取过一旁的衣服 手忙脚乱地套在身上 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呀 从石坑上跳下 体内充盈的斗气 让得消炎精神有些振奋 双拳虎虎生风地打了一套拳 偏头问道 直到你成为一名斗尸为止 药老将消炎的纳迹抛给他 随意地道 这一段时间 你便安心在此修炼吧 什么报复的那些事啊 等你成为一名斗尸以后再说 另外 练药术你也不要落下了 魔兽山脉内部 药材齐全 随便找点东西来练练手吧 免得每次都要我亲自动手 给你练止丹药 望着消炎从纳戒中 取出玄仲尺背在身上 药老说道 咧嘴一笑 消炎点了点头 背负着玄仲尺 缓缓走出山洞 在此处安窝之后 隔绝了那些凡人的追杀的消炎 也再没有受到丝毫的打扰 伴随着安静的修炼 体内的斗气 也是犹如那酝酿的美酒一般 越加越浓厚 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第三天 静心修养中的消炎 便是不出意料地突破到了七星斗者 这次的突破并没有丝毫的阻力 几乎是水到渠成一般的顺利 而对于自己实力的提升 消炎心中也是有些欣喜 突破到七星斗者之后 消炎的修炼便是减缓了下来 每一阶段的最后三星 突破难度都是颇为巨大 剩余两星的提升 只能等待着它的自然蜕变 不能太过于急躁 太过急躁 有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修炼斗气的时间 虽然变得少了许多 不过消炎对于斗气的修炼 却是越来越紧凑 在山洞之外的百多米处 同样有着要老精心挑选的一处 瀑布激流 在这里 已经成为七星斗者的消炎 训练了十几天时间 也是终于达到了要老 对其使用地阶斗技的基本要求 从瀑布之下游上岸边 消炎抹去身上的水迹 完成了一项任务的他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沉重的肩膀也是变得轻松了许多 到得现在 消炎才能保证 在使用地阶斗技时 不会像上次那般 差点遇见反拙的尴尬 坐在瀑布旁边的岩石上 悠闲的晒着阳光玉的消炎 从那截中掏出那只在乌坦城购买的药顶 然后再次取出大堆的各种药顶 将岩石摆得满满的 望着面前的药顶 消炎搓了搓手 左手轻轻地贴在火口 心神微动 一缕斗技便是从续弦中分流而出 然后传至手掌之中 随着一声扑的闷响 斗技经过药顶火口的奇异转化 立马化成了略微有些深黄的火焰 在药顶之中缓缓地腾烧了起来 瞧着那火焰比以前越加深邃的颜色 消炎满意地笑了笑 戴得火焰将药顶烧暖之后 右手这才在面前的各种药材中挑选了起来 此次炼药 消炎并未打算使用药老的药方 要知道 每一名炼药师都需要自己配置新的药方 没有属于自己药方的炼药师 与同行交流起来 确实要多出几分尴尬 所以 每名炼药师都会费尽心机地 从无数药材之中 试验配置出属于自己的药方 当然 这药方的等级自然是越高越好 手掌在面前上百种药草上移过 消炎手掌一顿 将一株散发着奇异怪味的红果 抓进了手中 蛇育果 一般只生长在高结膜蛇交配过的阴暗地方 蛇性颇银 而这种果实 也有几分催情功效 选好了蛇育果之后 消炎又是连抓了七八样的药材 而这些药材 都无一例外地 具有某些催情的效果 见到消炎炼药 药老也是偷偷地 从戒指中飘了出来 不过 当他看见消炎所挑选的药材之后 却是老眼一挑 玄机沉默不语地站在他身后 选好药材之后 消炎首先将红色的果实丢进药顶之中 控制着火焰 迅速将其中的水分烘烤出去 顿时 红果便是化为了一盆红色的粉末 全身贯注地注视着药顶之内 消炎再次投进一株粉红色的七叶花 它所散发出来的香味 经常会将附近的魔手 折腾得满山丝口 将花粉断烧成粉末之后 消炎又紧接着将其他的所有药材 一同丢了进去 最后七八种颜色不同的粉末 被汇聚在了一起 再往药顶内加了一小团 用花段锻烧出来的汁液之后 然后一堆粉末 便是完全地融合成了一团粉红色的液体 再用高温火焰 将粉红液体的水分 再次蒸发完毕之后 一团蛋白色的粉末 便是浮现在了药顶之中 望着那团蛋白色的粉末 消炎咧嘴一笑 手掌一挥将顶盖掀开 手掌一吸 所有的药粉都被掠进了手中的玉瓶之中 望着自己第一次配置出来的东西 消炎有些迫不及待的用手指掀着 然后用舌头尖舔了一舔 成功了 药粉入嘴 消炎浑身便是感觉到有些燥热 运用到起将这点燥热压下 消炎脸庞上的笑容 看上去似乎透着分难得一见的威胁 身后的苍老干壳声 让得消炎脸庞一红 赶忙将透明的瓶子收了起来 别藏了 不就是炼了瓶春药吗 很多男性炼药师 第一 第一次配置药方 都是炼这东西 男人嘛 出乎意料的 药老却并未开口斥责 反而戏虐地笑道 微微一愣 消炎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头望着药老 黑黑笑道 老师当初第一次 难道也是炼制的这东西啊 文言 药老老脸一红 有些恼羞成怒的 挥了挥袖子 你以为我也像你这般不务正业吗 望着药老那模样 轻知肚明的消炎嘴角一扯 站起身来 刚欲收拾东西 一道剧烈的能量波动 以及 狂暴的湿吟声 突然在天空中 犹如闷雷般的炸响 听着 这蕴含着 狂暴的湿吟声 药老脸色 也是微变 目光紧紧地盯着 远处的天空 那里 正是狂暴能量的 传出之地 而借助着 锐利的目光 药老似乎隐隐地 看见了一个 曼妙雍容的女子身影 这是六阶魔兽 紫荆义 狮王的呼吼 什么人 打上了他的主意 六阶魔兽 眼瞳微缩 硝烟咽了一口唾沫 那可是相当于人类 斗黄级别的强者呀 谁敢掠他的呼血 仍然是一口唾沫 是一口唾沫 那是一口唾沫 狂黄级别的管转 神兽 是一口唾沫